朱宗慶打击乐团即将届满30周年 团长吴思山说 当年创团初期 他们经常跟着朱宗慶一起 扛着乐器深入台湾各地的庙口公园 到处去演出 对大家来说 朱团是一个亲和力十足的乐团 如今30年过去 乐团足迹踏遍28个国家海内外巡演 高达2700场 去年还到了维也纳音乐厅演出 朱团30年还拍了一支MV 其中朱宗慶亲自演出非常令人惊喜 充满典型佛朗明歌风的音乐 沐琴旋律中加上各种日常器具 传统和现代融合散发强大感染力 他运用了不管奶粉罐 或者是瓦 或者是水管 或者是木箱 然后让打极乐的声响 不要以为只有键盘的音高类 或者鼓的咚咚咚而已 它还有好多好丰富的音色 心情随着鼓声节奏跳动 朱宗慶打极乐团团员们结合琵琶 金锯锣鼓等传统打极乐器 同时展现东西方极乐风格 这也是他们立足世界舞台的特色 我们使用到很多的生活的器物 或者是不同的形式演奏概念 都融入打极乐的演奏当中 对大家来说 就是它好像是一个不断在创新 不断在 就是越来越 越精彩的一个乐器种类 这个东西就太适合台湾了 这根本就是一个缩影 就像这个文化熔炉的缩影 1986年 朱宗慶成立台湾第一个打极乐团 迈入30年的纪念影片中 朱宗慶带着资深团员们上山下海 到台湾各地演奏 团长吴思山回忆20多年前 他们就是这样 一步步看着打极乐 从冷门变热门 那时候没有想太多 就是凭着一股冲劲 因为打极乐 其实对于台湾的观众来说 是一个很陌生的乐器种类 所以在各地演出 然后跟群众这样子 面对面近距离的接触 然后也感受到他们的热情 朱宗慶也带着乐团前进世界 乐团足迹踏遍28个国家 海内外巡演高达2700场 欧洲巡演首登维也纳音乐厅 吸引进2000人观赏 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维也纳音乐厅 然后当时真的是九成满的观众 这样到了最后演出完的时候 全场起立帮我们喝彩 在台湾朱宗慶 几乎是打极乐的大名词 打极乐教学系统到现在 累计已经有13万名学生 之前有一个统计是说全台湾 学最多乐器的是钢琴 那第二名就是打极乐 三十年来朱宗慶打极乐团 透过演奏教学研究推广 台湾打极乐不断蛻变 打极乐器这个真的是从管轩乐团站在比较后排 就是比较陪衬的角色的一个地位 慢慢的藉由很多的作曲家 演奏家 然后大力的推广 然后成为舞台上的主角 打上各地一流音乐殿堂 朱宗慶打极乐团 引领极乐 从台湾发扬广大